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鸟 不要挑衅本狗 小心车啊你 你一个水麒麟居然自撑狗 你可不配我献出麒麟本尊 是金元 交给我 枕妖 错假式 我献出麒麟居然自撑狗 小纵行和金刚鹦鹉呢 我还是先换上鹰虎王装备吧 以便必要时候及时参战 瞄准天下 小纵行 出来吧 我早已查清楚 你们神音族有镇族之宝 明月战甲 可让你穿上如黄金武神 自由飞翔 连我都未察觉 文通 武神宫打斗动静那么大 就是千层云都该被镇碎了 唯独这处却有这么大一块云 你不觉得很好笑吗 文通现在还真是厉害啊 这么久了 鹰虎王都没出现 看来他是躲起来修炼了 那我就没什么好忌惮的了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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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壁挡车 半吟锁天术 第五千个星辰动朗 明月战甲太阴索天数 明月又被称为太阴星 难道这第五千星是太阴星 原来第五千颗星辰 不是单纯的虚幻化针就行 而是要将前面四千九百九十九颗星辰 全部转变为太阴星 难怪我们有苦修这么久 都无法成功 明月战甲似乎能借着月灰 发出更强大的威力 可这藏树楼是什么情况 黄金笔猛烧 除了银虎王 无人是我对手 明月战甲重我神力 盖世无双 动手 神音族护族神兽 金刚一五 早就看出你们不对劲 原来目标是摆冰楼啊 那就好办了 出关 反击 我来战金刚英武 明月战甲似天树 明月战甲似天树 战甲之秘 战甲 凝月队营成三人 杀 我来战金刚英武 凝月太阴锁天树 战甲之力 战甲凝月队营成三人 杀 战甲